蘇花公路古風路段有民眾路過發現了 這裡的護欄竟然少了一兩塊 而且施工警示燈還故障非常危險 懷疑是大車為了躲避蘇花改的再重限制 改走蘇花公路而釀貨 不過公路總局說道路坍塌護欄下線 是受到了颱風風雨所致 九號將會施工搶修 邊坡吐石裸露直被消失 受到颱風影響 這裡道路坍塌地基流失 護欄也下線圍起了黃色護欄 不過近期有民眾路過卻發現 護欄圍住的地方轉彎處少了 幾塊護欄出現大缺口 道路一片漆黑警示燈也故障 若是民眾不小心掉下去 後果不堪設想 如果真的出意外了 那邊經過的人又少 根本不會有人注意到 沒有路燈 所以滴滴塌線晚上根本就看不到 如果下雨也看不到 這裡是蘇花公路台九丁 三十八點六公里處的古風路段 原本預計九號施工搶修 先用護欄圍起來 不過卻有民眾路過發現 施工警示燈不僅故障 還有護欄滑落相當驚險 對此公路總局也說明 疑似是近日大雨 吐石持續鬆軟造成 並非外傳是大車為了規避超載檢查 改走蘇花而撞壞護欄 近日那有一些豪大雨 在我們的邊坡造成一些下邊坡的 一個吐石鬆軟 有可能導致於部分局部的一些 發展路來傾斜掉落 不過傍晚騎車行進蘇花公路 舊線沒路燈真的危險 就能養工處加快搶修不掉 要避免意外發生 記者李柯彥一輪報導